慈激之工来到火警现场 复卫刚失去五位家人的陈先生 并送上慰问金 慈激之工也前往火场附近邻居家 关怀受到惊吓的住户 这家住户当时也协助救出火场屋主 不只邻居 志工也关怀了从凌晨到上午 一直在现场的警销人员 台中市大理区东南路这处三楼透天明宅 凌晨三点多发生火警 消防人员赶到时 住一楼的66岁陈姓屋主 虽然行动不便 仍自行爬出 楼上当时还有五人受困 二楼跟三楼分别有两名及三名的民众 那救出时的比较遗憾 都是呈现欧卡的一个情况 五人送医急救都宣告不治 分别是诚信屋主的太太林女士 大女儿 六个月大的外孙 及二儿子 还有救读国小三年级的长孙 火警发生后 台中市长卢秀燕前往现场关心 了解经过 至于起火原因 警方表示仍有待调查鉴定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大爱新闻台中